這個是公司的粉絲團 哈囉各位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車款 這台我們之前也有直播過 那是福特的Mondell的專四代 那四代跟我們前幾天經常有車友捧場的五代 它的底盤是不一樣的 五代的話它比較偏向野馬 野馬MAX10 S550的底盤 那這一個四代它有很多的底盤是共用的 譬如說Volvo的前幾天的V60 或者是XC60這個底盤架構 這兩台車算是一個軟生車款 所以它的有很多的零件 那底盤的零件也都是共用的 前面以這台車來說 我們開發當時設計就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因為它的上座前一部車 我們在V60的時候有跟車友們來介紹過 它的上座有一個特殊的角度 所以這台車在改裝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推薦的方式 是沿用前面的上座 那沿用前面的上座 因為它的前面上座的 上座的上彈簧的內徑比較大 所以我們也就因應這樣的方式 讓它前面的彈簧 不要用直捲彈簧 因為直捲彈簧它的作動的話 比較偏向直上直下 雖然操控性上會比較好 可是它的舒適度上 就沒有辦法那麼的理想 所以這台車我們所配置的彈簧 是下面下鏡子小 上面是大的 用的公斤數是190長7公斤 指的是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就是用225長8公斤的規格 那這台車最主要的重點 應該是說在前面的阻尼 前面的彈簧 後面的話 阻尼的話 原廠其實做的還蠻軟的 這個是前面的阻尼 我用大概輕輕稍微壓一下 它的前面阻尼的話 就一般的阻尼紙 沒有日系車那麼軟 但是就差不多是 一般歐系車的底盤設計 可是我覺得啦 它的後面的阻尼紙的話 就比較偏軟 所以這台車的話 前面如果改裝期的話 應該還OK 可是它的阻尼 後面的阻尼 偏軟 相當的軟 以一般歐系車來說的話 不太會用到那麼軟 那這台車也不是 後面避電器也不是損壞 它才使用4萬多公里 正常來說 它的阻尼紙都還是正常的 那只是啦 它的設計的話 比較偏向中大型當車 所以它的阻尼做的很舒適 那這麼軟的阻尼紙 配上後方的彈簧的話 它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 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會有多於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一個晃動跟彈跳 所以改裝之後 這個晃動就會少很多 那改裝之後 也不是全然都沒有缺點 在舒適度上的話 可能就沒有像原廠的舒適度那麼好 因為改裝之後 它希望把坑洞的處理一次就吸附住了 所以它的坑洞處理能力會比較強 那過彎時候的側寢幅度 那當然是改裝地震器最強的地方 這個原廠的側寢幅度還蠻大的 跟置計測好像差不到哪去 可是改裝之後的 一個側寢幅度的話就改善了很多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筒心 後面的上座KT就有附一個新品 可以直接用KT的上座就可以 不需要再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那這台車在後面彈簧的中間 有一個饅頭 這個饅頭的厚度很厚 像今天要安裝這台車 它車主希望降低的幅度還蠻多的 希望降到大概一指 所以我們降了很低之後 這個饅頭的下方幾乎貼到它的下枝壁了 所以這個饅頭的話就建議 一定要把它取下來 否則滿載或者是遇到大空洞的時候 直接饅頭就會撞到底部了 那這個饅頭拿掉之後 有可能如果對這些結構比較清楚的車友 可能會想說 這避震器如果沒有了饅頭的保護 這個桶身不是很容易會觸底嗎 但其實不會 因為原廠設計跟改裝是不一樣的 改裝之後在桶心的內部 有做了一個緩衝 類似這樣功能的緩衝饅頭的材質 做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可以對軸心做一個保護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一個結構跟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 後方已經安裝好了 這個 因為今天這台車降低的幅度有比較多 所以車主也有加裝了速腳調整器 可是這個角度好像拍不太到 它的速腳調整器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在避震器顯面直幣的下方 那這一台車的結構設計 一般來說 歐系車有可能避震器的位置會在這裡 像VH的車系它比較偏向在這個位置 如果在這個位置的話 它的桶心長度比較長 那也比較偏向支點的外側 所以它的阻震器就會比較低 可是比較偏向裡面的話 如果車友們天幾天有看經理直播的話 像是 Toyota的Rawful的5代 它的桶身的話就比較偏向這個位置 它的長度的話 跟相對的位置 就跟TNG的底盤比較相近 所以它的阻震器要做得比較強一點點 要做得比較強 然後桶身在這個地方 彈簧是在這個地方 彈簧的上方 有一個Hilal Key 這個Hilal Key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的 那今天的車友有加裝了這個 算是速腳調整器 可以做一個比較大 原廠的話其實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是偏心螺絲能調整速腳的範圍其實不多 那改了速腳調整器之後 它能調整的範圍就會多很多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它前方的話 是這一條彈簧比較特別 這個是前面的話是190長7公斤的 它的下面比較小上面比較大 上方的話有一個轉接座之後 再來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它的設計的話是 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前面的離載串 就沿用原廠的 這裡有一個 有管架的話都是一個 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台車底盤 剛剛有提到過 它跟V60一樣 所以安裝跟組合的方式 也都是一樣的 那上座的部分 是要沿用原廠 在原廠上座的中心點 這個上座中心點 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我們如果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個方向轉的話 往H的話它就會變硬 往S的話Soft的話就會變軟 那調整的方式呢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一定要對稱 那這一台車 這個引擎也是 就是當時很知名的EcoBoost的引擎 現在真的都是渦輪化了啦 所以都是西數的話 像最新款的KUGA 它的1.5升跟2.0升的ST-Line 這個動力的輸出也都很棒 所以現在都是西數做小 然後加上渦輪 所以它的動力的輸出還有節能效果 都蠻均衡的 那這台車如果啦 車主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我們在北區的桃園經銷商 還有新北的話 都有不同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像我們中區的經銷 飛魚底潭紀炎 它自己本身也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南部的話在台南高雄 也都有店家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避震器的選擇 其實有很多的車友會詢問經理說 KT的好不好 其實問我的話就好像是老王賣瓜 我一定會說好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車友們 如果在避震器的選擇上 因為台灣真的很競爭 這個產業別 台灣所製造出來的避震器 也都很多的品牌都已經淋駕在國際的大廠之上 外國的月亮在避震器這個領域真的沒有比較遠 所以車友們可以多多來比較來試乘看看 那如果試乘之後覺得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像今天的車主其實我也忘記 大概應該在兩三個禮拜之前來試乘的 那是上週才預約今天要來安裝 所以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也有歐系車的試乘車 也有日系的試乘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有需要比較的話 這樣的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個人覺得會比較客觀一點點 那像是KT的用料 哇這個也都用得相當不錯 在裡面所填充的主人友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義大利進口IP的主人友 這個是一整桶200公升的油桶 從義大利進口過來 所以它的整體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可是就是它的單價成本的話會高很多 那另外在優關到避震器壽命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龍頭的品牌 NOK的油風 那在製造的話 這裡今天直播的這裡地點 是台中的檀子 這裡就是KT的製造的工廠 所以我們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那避震器的話 不可能有辦法用個十年二十年 它到了一個年限到了 它的主人友會開始裂化 裂化之後一開起來的感覺 就沒有像辦法 像現在新品時候開起來的感覺那麼的好 所以有很多國外的品牌 會在說明書上告知車主 大概幾萬英里就要做一個汰換 不用做一整組的汰換 可以更換裡面的主人友 更換裡面的油風 就可以做一個整形的動作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這些的工作 經理大概在十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服務車友了 所以KT也有這樣的服務 那如果主人友衰退的話 這些都是可以汰換的 包含任何一個防塵套 饅頭 任何一個螺絲 都是可以做維修的 這個是一個工廠才有兼備的一個優勢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Mondeo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